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达到不良局以上的天数 在将近90天当中居然多达82天 中部地区也有40天都是不良局 难怪民众忧心忡忡 在台湾不抽烟 但是离犯肺癌的人口越来越多 家中的大人小孩也经常皮肤过敏 咳嗽流鼻水或者是眼睛干涩等等 那么其实这些都跟空气污染息息相关 不仅如此 研究报告也显示 孕妇如果长时间暴露在污染的空气环境当中 容易生出体重不足的新生儿 不但会增加宝宝的死亡风险 更是跟儿童哮喘或是成年之后肺功能下降 有很大的关联性 可以这么说 空气污染已经是国安问题了 而根据卫福部统计的2015年资料显示 夺走最多人命的十大癌症死因之手 就是气管 支气管以及肺癌 平均大约每57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亡 尤其空气当中的隐形杀手PM2.5 更是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一级致癌物 它的直径不到法司的28分之一 被吸入人体之后 细旋服为力就会穿越肺部的气泡 那么负载者包括重金属 带奥金 还有病菌等等 随着血液到达全身 长时间累积 好 我马上就来关注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先看报道 中南部空气品质不佳 经常达到PM2.5警戒区 而事实上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 包括了人口 工厂 农业 以及交通 而目前彰化县的全县列馆的工厂 一共有1495家 而事实上每年排放的氮氧化物 共有3524公吨 光是台化就占了31% 从数据分析来看 台化三座气垫共生锅炉停止运作后 对于彰化地区PM2.5浓度统计上 是有下降的迹象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 公布2016PM2.5系悬浮为例 全台各县市排名 彰化县第七 嘉义县第六 屏东县第五 台南市第四 金门受到大陆埋害影响排名第三 嘉义市第二 云林县继2015年再度蝉联 PM2.5排名最糟的县市 如何测空污环保署 在全台各县市都有设置 即时空气品质 监测站 台中市校园也有装设空污电子看板 里头侦测器可了解 现地PM2.5状态 学生一听到空污等级 就会立刻到校门口插其警示 现在大家对于空污的部分蛮重视 那对于人的身体危害 大家也很关心 那有了这些空污的设备跟措施之后呢 其实可以让孩子更有一个 自主管理的概念 招在有人的空间环境中 就会有PM2.5环绕在你我的周围 而事实上说到了雾霾 它是经由人体的呼吸系统 进入到这个肺部引发发炎 而最后还有可能会引发基坛的现象 我们也了解到说 口罩病没办法这个百分之百来 预防这个所谓的PM2.5 这么小的一个威力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吸附的功能 大家有时候忽略掉一个是室内的污染物 例如 比如说我们像吸咽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产生 对 吸咽本身 所以一般我们在慢行主接近肺病 我们也常常鼓励或提醒我们的患者要戒烟 PM2.5它是比较倾向比较小的气管 比较小的肺泡的发炎 那这些发炎我们都可以看到会有一些弹力的产生 最主要它是一个发炎后的一个结果 医师不讳言人若长期暴露在PM2.5中 肯定会增加引发心肌梗塞 心率不整或中风风险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死亡率 空污无所不在 人呼吸每一口空气 都攸关生命健康 唯有减少空污制造 是目前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 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叶光鹏医师 那么叶医师同时也是现任 亚太妇产科内视晋级 微创治疗医学会的理事长 不过今天我们邀请您来 主要是因为您同时也是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的发起人 长期以来一直都非常的在关注 并且捍卫台湾反空污的运动 我们想请教一下叶医师 外界我看了一些媒体的报道 有没有办法你称之为疯狂医师 这是为什么 我想我们彰化也是有一些医师 很关心整个环境的议题 还有整个社会的议题 除了医师以外 其实我们背后有很多一群的志工 很多也许像杨泽民博士 这个都是要用很大的心血 才能够把一点事情 做一点小小的一些东西出来 好 不首先就来请教一下 大家都知道219有一个游行 叫做反空污药健康大游行 就是由这群医师发起并且来领导的 那么主要的诉求就是 一个天空 两个台湾必须要终结 为什么会这样说 最主要就是中南部地区 现在也注意到 自己也应该要拥有好的呼吸人权 我们要请教医师就是 为什么这个中南部地区 空污问题会这么严重 到底有多么严重 那么此外就是 所谓的健康风险 真的是南北有别吗 我想南北是有别 我们如果看PN2.5 还是PN10的年均值 那年报的话 像园林县它的PN2.5年报是 28.5维克立方米 台北市只有17 整整就差了11 所以住在园林的人 如果照POP学者他的推论 住在园林的人 他的寿命可能就比台北市人 就会短 大概250天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出生可能就 你如果出生在园林跟出生在台北 他可能命运就不同了 如果看我们上上礼拜公布的话 就像这一张一样 就工业引起的人均的PN2.5 那差距就更大了 像我们这一张可以看到 PN2.5如果用台北市人均是1的话 我们看台中市是82 工业 是82倍的1 就是说工业污染引起的人均 PN2.5的话 台中市是82倍 在高雄市是121倍 在园林县就129倍 其他的硫氧化物 可能在台中市是500多倍 高雄市是800多倍 园林县就900多倍了 淡氧化物更恐怖 淡氧化物在台中市是500多倍 高雄市是600多倍 云林县是1000多倍 那西欧一氧化碳 在云林县可以高达2000多倍 所以这可能是过去我们把工业 全部在中南部发展 像高雄是早期大部分的石化业 很重要的工业区 对 后来可能就开始把重工业 往台中云林发展 所以我们看看这张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云林县可能是后来居上 所以整个如果大家坐火车还是高铁 搭车到台中的话就可能觉得 这个台湾是不一样的台湾 所以我们这次诉求 我们的题目是一个天空 是两个台湾的 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天空 全世界只有一个天空 那台湾也只有一个天空 你今天也穿了这个游行的T恤来 对不对 你特别做了一个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act 就是说air clean 台湾 所以你必须要act 对 所以我们建议是说 不能用口讲的 一定要具体的行动 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我们开始关心这个空物议题六年了 但我们觉得环保室是 就是动口 很少动手 尤其整个工部门 几乎没有动起来 我是觉得整个工部门 只有环保署在稍微动一下 其他的经济部 交通部 内政部 大概都没有动起来 所以我们这次的诉求 也是希望中央能够动起来 因为地方政府是比中央更积极 其实最主要的是应该经济部 因为经济部 能源级工工业局 它是管控我们台湾的工业 还有我们能源的发展 它可能比环保署动起来更重要 交通部也是很重要 因为整个台湾的交通污染 可能跟交通部 整个规划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希望能够中央 向地方政府学习 因为像林佳龙 他在台中市也是他当召集人 他也亲自主持 像彰化线魏明谷也是亲自主持 所以我们希望这次是希望能够act 全民大家都行动 不是只有政府来行动而已 不过其实说起来空气污染问题 这几年已经越来越受到 普遍大众的一个重视了 比如说PM2.5这件事情 大家也常常挂在嘴边 可是问题是改善能够有多少 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一个数字可能观众朋友 会觉得非常的讶异 我们看到在网络上查到说 全球每年大约有300万人 是因为空气污染而死亡 是不是有这么夸张 还有在台湾据说罹患肺癌的人数 这不但是变多了 还有就是有年轻化的趋势 这一点的确也是需要 大家共同来重视的问题 医师您是专业的医师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是一般大众还没有掌握到的 最近听说可能以后中南部 他最近会有一个大量的筛检 可能有医疗团体 医院他可能在募集 希望能够有10万人 能够大量筛检 可以早期诊断的肺癌 所以主持人刚刚说的 因为肺癌早期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当你有症状的诊断出来 大概都是末期了 所以可能比我们想象通的肺癌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很多 当然除了肺癌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孕是不是也有所关联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最近这个带铝孕膜的事情 又被大家吵得很火热 也重视了这个话题 但事实上台湾这个 为什么不孕的人口增加 还有就是生育率会降低 很多人也把它归咎于 可能跟环境的污染 是大有关联的 根据国内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 发现说台湾男性的金虫数量 每年大约减少多少呢 一趴 那如果把它换散成个数的话 说是48万个 而且金虫的品质跟活动力 据说也是大幅在下降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报道 等一下请医师继续为我们解析 我们先看一下 台湾生育率低 除了年轻人不想生孩子 可能也跟生不出来有关 台北医学大学研究 2001年到2010年 10年间26到57岁 超过7000名不孕症患者的精疫 发现金虫数平均每年减少1% 每cc少48万个 台湾生已经确切证明 它会对女性跟男性都有影响 它是一个环境荷尔蒙 它的构造很像这个磁技术 然后它的半衰是有9年 然后它是脂溶性 所以你吃进去以后 就会停留在你的脂肪里面 9年不会排泄脂肪 医生说金虫减少跟环境污染 大有关系 加上年轻一辈饮食习惯改变 状况反而比长辈更严重 不过医生也说不用过度担心 平均男性每cc精虫数 大约是4000到6000万个 少于2000万个才算危险 长期来看 10年累积少500万个精虫 还是大危害 至少在北部是这样的 因为是北部的研究 我想应该差不多 我们也发现1996年 英国的报告也是差不多 每年1%的一个减少 不管它的数量 还有它的活动 除了台湾 英国 美国 澳洲 也都有类似研究 男性精虫数减少是全球性问题 医生建议多吃抗氧化食物 像番茄 葡萄 蓝莓 绿茶 新婚夫妻如果想生孩子 一年内都没有成功怀孕 建议就要求诊找原因 您是富坦部的主治医师 当然更有您专业的看法 我们要请教的就是 这空气污染跟这个不孕 是不是真的有临床上面的相关 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论人 开始已经在探讨对不孕 甚至开始探讨对精虫 所以刚刚那个报导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最新的文献 是开始越来越多的论论 才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台湾的不孕可能一个因素 是女性她生殖年龄的延后 这是一个因素之一 但是整个环境因素 像刚刚说的环境荷尔蒙 还有代奥心 其实像燃煤电厂 它本身也除了空气污染物以外 它也会放出代奥心 所以我们看全球的空气污染 像印度还有中国 我看他们的精虫树 它可能在这十年 也是有研究都证明 它的确很大的下降 所以男性精虫 其实现在她的不孕科技 已经很发达了 所以只要透过行为注射 就可以完成怀孕的目的 但是可能如果女性 她没有不孕的原因 但可能因为精虫的因素 她可能还是需要 透过人工生殖科技 可能也会增加女性的负担 因为可能要控制排卵 还要取卵 然后还要植入 整个过程受苦的还是女性 还是女性 现在开始有医学论人提到 肌瘤可能跟空气污染也有关 肌瘤也有关系 其实周遭很多的朋友 我的女性朋友都有肌瘤的问题 所以女性最常开到的 可能一个因素就是子宫肌瘤 所以子宫肌瘤如果生长在 接近子宫腔的时候的情况之下 也可能跟不孕是有关系的 所以除了刚刚说的精虫一个因素之一 子宫的肌瘤也是一个因素之一 所以整个条件的话 我们看最近的论语开始提到 如果美增加10维克利方米 它的不应可能会增加10% 所以整个条件的话 这个可能对国家的下一代 可能都会影响很深远 可能对民众的看病 还有对健保的GDP 对健保的费用 可能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把我们的环境 做补强 做改善 否则的话可能会遗害到 我们的下一代对不对 对 不只下一代 可能下两代 下三代 甚至可能第四代 所以这是最新的 现在已经开始讨论空气忽然 它可能跟我们抽烟一样 它可能不只影响母亲 它第二个会影响第二代的胎儿 甚至已经讨论到 影响胎儿的生殖细胞 已经三代了 假使没有直接曝露第四代 现在已经开始 动物已经实验 证实第四代已经影响到了 所以非常 所以可能如果我们要注意 空气污染的话 我们可能最主要是要考虑 我们国家未来的下一代 下一代总共三代 所以最可怕的它是 胎盘本身它是被保护的 但是碰到像空气污染 像P2.5 像拱等重金属 它是直接可以过胎盘的 过胎盘以后 可能就影响脑部的 胎儿的脑部的发育 所以在美国 大概有10%出生的婴儿 她的脑部是因为受到 拱的污染 可能她的智力就已经稍微受损了 所以台湾如果5%的话 就每年大概有1万人作用 所以这也准妈妈不要以为说 我自己不抽烟就没事 对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大气中像我们燃霉 它产生的就有代曜心 就有拱 还有身 你就直接呼吸进去了 对 所以现在也开始在讨论 在肚中的胎儿 出生以后是不是比 在空气污染的地方 高空气污染的地方 是不是比较容易过敏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 出生的时候容易过敏 都是过敏儿 对 现在这是最新的 2015年在小儿 过敏还有免疫学杂志 这本他提出的就是说 空气污染跟抽烟 就像其他我们吃的食物 还有其他的来源一样 他可能早在肚中的时候 就可能影响未来出生的小朋友 肺功能就会受影响 他可能就比较容易过敏 这是过敏情况 所以除了刚刚讲 出生的胎儿以外 他可能影响小朋友还有成年人 他可能除了让我们早逝以外 早逝以外 还有可能影响胎儿的发育 还有影响可能生殖的系统的发育 另外除了刚刚说的气喘 还有肺癌 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全世界从英国 美国 这是美国肺脏医学 他画出来的图 所以可能我们成年人 如果在高空气污染的地方 他可能就种下以后肺癌 肺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除了肺脏以外 对心血管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所以他是全身性引起 全身的发炎反应 像三明治这个是 这是美国肺脏医学院他说的 生除了我们会呼吸以外 他如果下雨的时候 生就降到我们的土壤 降到我们的食物链里面 透过食物我们也是会吃到生 透过呼吸我们也直接吸到生 所以这就像等于 我们让我们的小朋友来吃生一样 生死是很恐怖的东西 会死人的 好 那么讲到这里 大家就开始关心了 那么到底台湾 哪些县市空气污染问题 是比较严重 还有哪些县市改善是比较好的呢 我们马上回来为您继续讨论 在这里 这两个月 那是 еля脚市公里 最终利算一下 大家说 到底有一些 参加ушки 最终利算 不得 这是 不得 富木 Holy